我想请问您的是您曾经在微博上声称 爱卫卫打电话危险 请问您有什么证据 第一 我打电话 您说我是司马南 您都会相信我是司马南吗 然后第二 您说 爱卫卫在境外网上算布您的个人信息 您是否通过违反香港法律法规 越过了中国国家防火墙 然后才得到这些资料 第三 您曾经说 皮诺曹的说法 他的鼻子会变长 为什么您的鼻子没有变长 谢谢 第一个问题 我回应你啊 我在这里面我说的都是真话 第一个问题我回应你 你看我的鼻子有没有变长啊 第一个问题 爱卫卫打电话威胁恐吓我 他用的那个电话号码 是曾经他出现在之前的一份证人笔录里边 就他的电话号码 这个他本人是承认的 第二个我把这个录音做录音 这个录音是从他的电话里面打过来的 他在接受 我不知道是这些法新社还是哪儿 采访的时候 也说到过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在国外网站上面公布 斯马南 吴法天 这些人的手机号码 还有斯马南的住址 爱卫卫跟法新社的说法是说 因为这些人包括胡锡进公布了爱卫卫的儿子的住址 也没有在微博上面看到过 所以他这个借口我认为是非常欢谈的 但是他等于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 我没有我从来没有上过是人家传给我的资料 上面有他的这个截图 这个截图他他本人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已经说了他为什么要公布这些人的电话号码和家庭住址对不对 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再讨论 你可以回去问一下爱卫卫 现在是讲座 我对他的点评 这些证据都我已经贴在我的微博上面 你可以去看我的手机的截屏他的录音还有网站的截屏 这个你都可以去看 这些我都已经提交给公安机关 好不好 那个由于时间也到了 他非法集资请问你有什么证据是非法集资 什么非法集资的概念是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代表谁吗 我不用代表我代表我自己来的 我在微博上面 你们把这个车送过去 这个非法集资 我只是提一条条法 我说非法集资这个罪是一个类罪 他的犯罪构成要件是什么 发非法集资下面有非法集资公司 他没有用来有利 他也没有提出比银行高的利率来吸引借款的人 他只是用来返款 返款为什么 他的过程要件 第一个他是要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去筹 集资去筹这个款 他说了要向这个借钱 而且他承诺是有非法集资的 如果你想回答我的问题 我再问一个 就是说彭宇案的时候 你说彭宇那个法官是好法官 然后等到刘平参选的时候 你说成绪正当 我从来没有说过 它是一个好法官 我说这个判决是一个说理充分的判决 我没有说过 那就是刘平参选的时候 你说程序正当 我想问你一下 非法把他带走 拘禁两天两三天 然后套上黑白白 我没有说过程序正当 我说需要有正当的程序 这是在你微博上找到的好吗 我说需要有正当的程序 我认为一切人的行为 都应该在法律的宽量下去观察 我觉得他学识可能比较丰富 今天讲的我 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 我不是政治学专业 但是我不是太懂的 我不知道他讲的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他讲的怎么样 但是他作为一个大学教授 他应该最起码有基本的良知 对不对 我觉得作为一个教授 他应该为天地利心 为生命利命